穿著微信棍 親自幫客人打飯菜 帶我們市長安威貴 現身客人鼓勢 跟蘇欣道頂吃營養五餐 一二二三 開動 哈哈哈哈 吃飽 口罩記得拿下來 客人吃到是好是壞 自己吃完就知道 看這個菜色是非常的脆弱 新年的午餐有 燕麥飯 麻油 雞尾 魚豆芽燒 紅綠油彩 玉米蛋花湯跟豆漿 營養又美味 那當然主要是蔬菜 還有肉類 還有蛋白質 還有湯 這些都要飲應俱全 讓同學不要養成偏食的習慣 每一樣都要吃 那所以市長特別要求說 真的如果說不好吃了也要反應 那我們也希望說色相味都要俱全 最重要還是便宜 稍微大碗 那我們剛剛看同學 有人還是咬蠻大碗的 教友教在這幾年 這次推動多行營養五層進去 包括前駛中用賭房 前駛手腕食材補助 提升營養書配在上面 另外 不僅學校食材 兩到四個月 拆工一次 配合酸用動作食材 有多成本有料 最重要的是食材 都是拆用三張EQ 比較多品質跟安全 那三張EQ簡單說就是這個食材 可以追溯它的來源 那台南市來講 三張EQ是百分之百 所以都可以爭取到中央 偏箱十四塊 一般可以一餐再補至十塊 然後我們可追溯的食源的比例 重要就要求一半 但是我們95% 所以代表說我們學校買到的食材 都是可以追溯食材的來源 相對是安全而且有品質 我們希望透過他吃到的事 少油炸 少加工品的原型食物 至少就建立他們優良飲食的一個菜單 然後希望透過我們這裡的 那個菜色的改變跟提升 讓孩子能夠翻轉他的飲食習慣 透過伺服跟學校的用心幾位 希望學生可以享用健康 跟味道的營養午餐 當然是沒有養生懷菜紅包的